佛光照大地 发誓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为了要缅怀幸运大师佛光山 纽约道场吸手国际佛光会的 纽约协会 举办了永恒的心公益音乐会 邀请到15位来自纽约 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奏家 还有呢 百老会的声乐家们 共同来诠释 人间音乐歌曲 就连纽约的市长都前往 来感受这场东西合璧的 音乐响夜 透过同管五重奏 诠释全球佛光人耳熟能详 三宝颂 七世磅礴震撼全场五百人 温柔演绎师傅颂 感动全场 这是佛光山美国纽约道场 吸手国际房会纽约协会 在皇后大学音乐厅所举办的 永恒的心公益音乐会 也几乎所有在我们的皇后区 纳拉顿各地方的教界的这个法师 近三十多人也特别的来参加这个活动 包括了印度教 日本佛教 韩国佛教 还有基督教 天主教的一些来宾 全世界的音乐资源都在这个大纽约 所以今天在这里办这个永恒的心的音乐会 应该是历史上面即将会不一样的一种 人间音乐的呈现的一种感觉 15位国际知名音乐家登台炫技 赋予星云大师人间音乐歌曲 全新生命 也透过嘹亮歌声带领全场 一同缅怀星云大师 音乐不分国际 不分政治 无关肤色 真的是让人觉得是一个非常能感动人性的事情 这场音乐会把不同宗教种族人们聚集在一起 与同感受人间真善美 也为社会诸如一股祥和力量 这是一个形式的治愈 这是一个形式的反省 我只是想要谢谢你给我们的 原论是美国纽约 总和报道 感谢观看